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他写进下来的 你们那个简报是在早上的那个连结有 再来有发现巴克 因为我直接写入那个完整的手机是用特殊的方法写进去 如果标准的喔 如果你要写进去 其实会有问题 说正常来讲 第一个词最好是五位数 再来是 第二个词其实一样是我位数 大概是这样 再来是第二个 第一个其实还是跟我兴趣玩的东西有关系喔 就是科技化的无人机管理 其实像台湾最近在北部会有一个是大运嘛 其实他们台北市政府规划 他就是用法规限制行政命运限制去做所谓 法规的强制规定要申请 可是他的科技管理方法就是 使用所谓干倒墙或跟中科院界设备 可是其实有这个更好的方法呢 就是其实你可以 就把这个划设临时进行区的方案 其实会解决八成到九成的问题 只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不知道 我把这个方法提供给北市政府 看他们要不要做 他的做法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刚刚那个我们这划设一个临时进行区 就是你可以email给他资讯 他就会帮你划设成这样子 例子呢 就是最近的例子是 香港现在要20年回归的经验 你现在去香港跟广州是完全不能飞的 原因是因为习大大过去了 那再来呢 后面的那个 我们有临时清航区的做法 当然你有开通的方法也都在检报里面可以参考 如果你们有兴趣呢 可以去参考 其实有其他的例子 例如奥运 或其他的中国的例子都有 只是说 这个教学的方法就是 和大家参考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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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